有些是直接是累积在卡里头的 不过对于消费者来说 最大的困扰就在于 这皮夹里头充满的各式各样的极点卡 还真是非常的麻烦 现在业者更进一步 更贴心了 干脆规划一个极点卡寄放区 你不用把自己的卡带在身上 就寄放在我这里 每一次消费在累积进去就好 还有另外一种升级版的就是 干脆是使用APP来认证 让你的手机本身就能够当作随身极点卡 另外还有消费者自己很聪明 干脆把这琳琅满目的极点卡 全部都印在一张A4纸上 出门带一张纸就全部搞定 大卖场饮料店会员卡或极点卡 通通翻出来几乎抬成一条楼 如果带出门皮夹撑好大 看准客人怕麻烦 有引到店直接让你寄放几点卡 咖啡店外墙好奇怪 木头格子里每一张都是客人几点卡 卡片不用随身带 买咖啡满额直接存点数 客人觉得方便 几点卡专区也变成另类店面装潢 还有更方便的到餐厅吃pizza 手机下载几点APP 直接把布里生的手机变成几点卡 结账时只要打开ATB软体 输入消费金额 再透过专属QR Code感应认证 就能累积点数 寄满5点 小屁子手机大尺寸 他可能就是没有带 或者是弄丢了都是有可能的 那这个手机的话 他基本上比较不太容易弄丢 而且加上他用的认证方式 是用他自己的脸书 手机就能几点成功 省区带卡麻烦 业者纷纷退出类似服务 在台北市内湖区 光是短短两个月 服饰 美甲 美法 餐饮甚至小吃 有70多家店 都提供用手机APP 几点 还有人脑筋冻得快 把十几张卡牌一起 copy印出来 All in one 等于只要带一张 只出门 买东西 店家刷条码 就能累积点数 但实际测试 买意料几点 银板不被接受 部分店家也无法直接扣现金 几点卡又称中程卡 主要就是希望 请证据 您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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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赞